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什么叫做阳台补灯 这是一堂重要的课 我们请到了30年的代书 房地产资深经理人陈俊宏 陈俊宏你好 单位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来谈谈阳台补灯吧 到底是几年前的房子 才要注意这个问题 基本上阳台补灯的部分 主要会发生在就是 民国71年以前 因为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建筑法规 在民国71年以前 是不能登记阳台的 我们讲的比较白话一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 阳台登记了 然后第一个说阳台不能登记 建设公司它登记了 也不能卖坪数 所以它当然 它也不会去做登记的作业 42岁以前的 就是以上的房子 大概就屋灵42年以前的房子 所以如果说您的房子是民国71年以前的 那就因为当时的法令规定就是不能登记 所以那就即便你有阳台 那也不会有登记面积 所以那个应该可以去把它补起来 如果你家在新一计划区 那你就会赚很多 对我之前 我们之前办了一个讲座 我的客人他是在大安区 在那个SOGO后面那边 他说他那个 现在有人跟他们谈那个都更 那都更后一瓶 他现在要用一瓶130万给他买 所以你看他他后来补灯完了之后 多了4平多 他等于他补灯后的那个价格 其实是可以在郊区买一个小房子的 所以这种就一定要去补灯 那如果那地点不好 那你就听听就好 对啦 但因为现在基本上房价的均价是高的啦 所以目前我们在志祺厂办下来发现说 双北地区的朋友其实对于这个议题 都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就算新北市一瓶50万好了 那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我们的经验值是这样子 就是补灯一个阳台 大概会增加2到3瓶左右 但早期房子有很多是有前后阳台的 那前后阳台就会有 有的路台很大 对就有到5、6瓶 目前为止我补灯过最多的是7点多瓶啦 对7瓶多 主要是那间房子有多大 这应该是成比例的吧 那个房子其实你说很大也没有 大概就是室内坪数大概是30几瓶不到40瓶 对但是他前后阳台加起来有7瓶多 哎呦那他就觉得自己如果要卖掉就有赚到了 是的 自己住真的没差 对对 我觉得现阶段会有很多朋友没有补灯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就自己住嘛 对 自己住就觉得说那我干嘛花这笔钱 而且因为早期确实 如果你在网路上Google 其实这个办阳台补灯的费用 这个就是五花八门 要多少钱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是的 其实现阶段 因为我刚讲这个个案 其实我们只有帮助消费者 就是告诉他怎么去办理 中间其实他都是自己去 就是我们帮他把文件准备好 他自己去办的 所以他他其实他其实只有付了两百多块的竣工图申请的费用而已 其他一毛钱都没有花 对 但是你在网路上看到你会发现说阳台补灯的部分 也有说喊价喊到三四十十万的 或者是说用补灯一瓶的钱 然后就跟你加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比例跟你收收费的 实际上办理补灯的部分 如果你叫别人办那就贵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办 我们比较 其实因为现在各县市政府对于补灯的这一块啊 其实都有很多简便的一些作业 对 所以以双北市来说的话 目前申请的流程里面 不管是使用执照啦 竣工图啦 有很多其实是在网路上就可以去做申请 那你像使用执照 你其实是网路上你就可以申请的到了 那如果是竣工图的话 你也可以在网路上申请 然后再去领取 一张的话就是五十块一百块这样子 那如果去帮请人家帮忙弄 你怕麻烦 人家给你收个几十万 那不就对方有点像诈骗集团哦 是吧 对 主要我想网路上为什么会有一些费用很高的原因 这边其实也让消费者知道 就是说因为早期呢 在阳台普登的部分 我们可能可以在网路上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些朋友会说 如果我现在现场这个阳台啊 已经外推了 那我要办阳台补灯的话呢 我必须要先把这个外推的阳台呢 恢复成没有外推 才能去申请阳台补灯 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被比如说会被这个违建查报啊 报差啊什么的 对 那基本上现阶段目前主管机关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了啦 所以以前为什么费用这么高 他可能还包括就是说帮你把阳台恢复成就是原来没有外推前的状态 然后再去办你办这个补灯的登记 所以直接费用上一来一回可能就会非常的高 对但实际上现阶段可以跟消费者报告就是说 目前其实是你现场如果是有外推的状况 其实是不需要恢复原状就可以去申请阳台补灯了 对那程序上的部分的话就刚刚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的 就是申请的一些规费 那另外登记完了之后呢会针对登记的增加出来的面积 会有一个登记规费 那但是那个也都是几百块的费用而已 那如果你找地震室代办的话呢 这个代办的部分可能会着收个一两万块的这个代办费 这个应该是一个属于一个合理的费用啦 这样挺省的 也就是你如果有这个知识 你大概可以省个几十万元 对对对 那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补灯出来是三五坪 就算你是新北市一坪五十万好了 那补灯下来也是一两百万 那如果你花个几万块的费用 可以增加这个面积 我想对消费者来讲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有利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样判断有没有登记阳台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基本上你要看说有没有登记阳台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先看你的房子现场有没有阳台 如果你的房屋的现场是有阳台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拿出家里的这个全装 有的时候看不到 你买的时候他就被填平了 如果你这个现场已经被外推了的话 那你其实外推其实有几种状况 一种状况是说你可能可以从他那个装潢的部分 可以看到看有没有一些一些这个痕迹 如果连这个痕迹也没有的话 藤本看得到吗 藤本的部分基本上 藤本的是第二段 第一段你要先判断说你到底有没有阳台 所以另外一个可以的方式 有啦有时候看邻居因为那个老房子 没错 邻居有 如果邻居是有阳台 那你应该就有阳台 那如果你先判断你自己是不是有阳台 再来看你的全装 如果你的全装上面已经没有阳台的登记 那你应该就是可以办补登的咯 因为我现在都脑袋里在想了 以为说那个全装就是房屋的蓝图 其实全装不是蓝图 不是的 根本就是文字记载 那个蓝图早就不见了 对没错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下去 这一课很重要 搞不好会为你加 增加个几十万到几百万 而且其实如果你懂的话 所办理的费用 大概就只有那一两万块 甚至如果你自己还能够 就是把它弄好的话 几百块也可以做得到 是的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是房地产的资深经理人 做了三十年代书的陈俊宏 那么刚刚讲到了 就是如果你确定隔壁有阳台 你家应该也有阳台 那么你的全装又没有阳台的登记 那你可能就是中奖了 是的就是您应该就是属于可以登记的一个朋友 那另外我这边也提供一个案例给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之前有个客人他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他看到他家里是有前后阳台的 他也把他的权状拿出来的 但是他在某一场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就跑来问我说 诶代书代书可是我家里有阳台 可是我怎么看我都觉得我的权状怪怪的 那我问他说他为什么觉得怪怪的呢 因为我们在讲座上有提到说 一个阳台大概会有这个二到三平的这个面积 对但他家里有前后阳台 可是他登记的面积只有登记两平多 所以呢后来那个案件的状况呢是 他其实呢他是一开始他就是有前后阳台 但是他中间他前几手在买卖的时候 他们曾经去做阳台补灯 可是他只有补灯的前阳台 他没有补灯后阳台 所以还是有 对他还可以再多的三平多 对对对 就等于现赚嘛 是的 不过如果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那你自己开心而已 如果你没有要卖的话 对啦对啦对啦 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移转 那只是就是说 趁有时间的时候先办起来 那当然这也是给听众朋友一个经验值啦 就是说你看到你的这个现场是有阳台的 也估算一下大概面积是多少 然后自己的权状拿出来 因为我们的目前登记的权状的面积呢 目前官方还是用平方公尺的计算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上面登记的面积 然后再乘上0.3025 换算一下说大概是几平 对 然后跟你的现场确认看看 如果说面积有不对 那有可能是我刚刚讲那个状况 是还有一个部分还没有登记到的 好现在如果你住在老房子里 都可以有一些发财梦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说 那就如果我要自己住 那也许就不需要废这个脑筋 对不对 但是阳台有没有登记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基本上哦 我可以跟单位姐报告一下 我们实物上面呢确实是 我们发现说 我们很多 就是最后来拿出来销售的屋主 他有些人呢 他是完全就不知道说 他有阳台可以 他就这样瞎瞎的把他卖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些人他确实他就是影响到他的权利 他可能他其实补登后 他是有多的这个面积的 但是他一旦没有做 那最后当老实说 我们其实有时候也看到市场上面 确实是有一些专门在挑 找这样子标的的一些投资的人 去找没有补登的来买嘛 这不是很聪明吗 对所以实物上面 我们就会碰到就是说 有一些专门在买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然后他可能就是买完之后 他在补登 补登完了之后他在卖 像今年初 不知道去年初就有一个案件 一买一卖之间 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多了三百多万 就因为多补登了一个阳台 对对 可是是有时候实价登录会被人家查到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说你怎么赚那么多啊 是 但是这个就变成如果我们是前屋主 你就觉得很恶丸嘛 对 可是那是你不登啊 你也不知道啊 对对那这个这个其实就是消费者 他可能就是你在你不知的状况下 你的权利就被平白了就被浪费了 对我其实曾经在看到去看一户豪宅 他有点怪 他是在豪宅的就是一栋大楼的最上面 对 然后卖的时候就因为他想要卖 那就是只有简易装潢 那旁边有非常多的阳台 是 就是因为是楼中楼 然后他就说这些都没有登记 对 那这种房子你觉得买了之后 那个阳台可以补登吗 基本上跟大楼姐的报告一下 如果是新的房子的话 那您其实只要合理想 就是说如果他当初这个面积 是属于可以登记的 那他为什么当初没有去登记呢 对因为他如果是可以登记的 那建商当初为什么没有登记来销售呢 所以他可能是属于建幣率 说融机率的一部分 基本上食物上面啊 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啊 最常看到的那一些所谓现场的阳台呢 都是所谓的逃生平台 对都是逃生平台 就你可以用 但他不能补登 对对 所以其实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呢 建商可能会就是让这个区分所有权的人 去约定让你专用 对但是一旦有这个逃生的需要的时候呢 你是必须要开放给其他人做逃生用的 原来是这样 你真的了不起连这个你都懂 但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如果想要确定说 因为通常这些面积呢 他是不会在我们的 因为他不能登记嘛 所以他不会在我们的权状 跟我们的地震事务所的成果图看得到 所以消费者如果要确定说 他到底是不是我刚刚所谓的逃生平台 或者他是所谓的 因为建筑线的关系 所以建筑内缩所产生的露台 那这个部分消费者 他可以透过申请竣工图的部分 来看说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所以有的你真的不用高兴 大概71年之后 你的那些阳台很可能就是逃生平台 你也不能够补灯 对对对 可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约定专用 就是老房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公寓里面一楼 他外面不是有他自己的停车厂 那他都把他圈起来 可是其实你只要去看那个腾本还是什么 常常都是约定专用 他没有所有权的 但是上面的也不能说 你现在把那个围墙撤掉 是不是 约定专用的部分 我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 就是说所谓约定专用的部分 他有可能是区分所有权能之间的协议 但是约定专用他最讨厌的地方就是 约定专用其实在现阶段的法令上面 他其实只绑所有当初签订约定专用的人 所以这问题有点大 对所以如果假设如果说中间有一手转手了 那转手的新所有权能 他不愿意遵守当初的约定专用 他去主张说你占用了我的法定空地 或者说你占用了我的公共的面积 这时候他的主张有可能是可以成立的 可是这样很完蛋 这样会有很多所有权的不确定的问题 是的 你们遇过吗 实物上确实是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真的很懂法律 你是真的会去找麻烦 对不对 没有错 就是你家楼下那个庭院 是我们这一栋的 对 实物上确实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不要去贪图那个庭院 对会建议消费者就是说 如果你就算你买了 当下是有这个所谓约定专用的 那也不代表说未来你可以继续用下去 所以邻居关系要维系好 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那个有时候很困难 就如果有人会觉得说 那本来是我的地 还有一个最大问题是 很多的老公寓他还有地下室 那个地下室也没有在面积里头 也是防空避难室 约定专用 但是因为以前的屋主 可能那一栋都是兄弟 他就把他给大哥用 是的 后来问题就会产生 你的房子里面有很多东西 不是你的产权 是 别人还可以来主张 当然啊 对 哦 嗯 好 这真的是很复杂 我们之后再来讲 那刚刚讲到阳台的补灯 都更跟围绕的时候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你自己就要注意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三十年代书经验 房地产资深经理人陈俊宏 那么讲到了 违建 不 违老的改建 还有这个都更 那阳台的补灯 是真的可以帮我们 如果成功了 就可以增加价值吗 食物上面 确实我们在讲改建的时候 大部分看的其实都是土地的坪数 但是我们也食物上面也会 对 不是房屋 可是我们讲一瓶换一瓶都讲房屋 没有错 但是对对对 大文姐讲到一个重点 但是很多人讲说一瓶换一瓶都是讲房屋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在讲座上面就有碰到有消费者 就是来告诉我说 确实他的状况就就是他发现说 他们楼上的邻居谈到的坪数比他家还要大 明明我们的面积就一样大 那为什么别人谈到的面积比较多呢 这还要来问你吗 就这一定要自己误到是阳台没补灯 对他其实就是阳台没补灯 可是他一瓶换一瓶是只室内的 可是你刚刚说事实上建商判断的就是 拥有的土地坪数 像我们家的老房子我就很清楚 就说我们家大概是28坪对不对 然后实际土地坪数有13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说 有些早期的一些地主核见的案件 你会发现说你们社区的法定空地呢 区分所有权能都没有这个土地 法定空地的那块地的面积 所有的面积都掌握在那些地主户的身上 主要也都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未来如果有机会在核见的时候 他们可以分到比较多的面积 对 实物上面是这样 我们在乡下也遇过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我有一个长辈他的房子卖掉了 他发现他卖掉他要得到地主同意 因为前面那条路并没有 并没有所有权 对 那个路是老地主户的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定要签名 那你要叫人家签字就要给人家钱 就要一些费用 那个是路的问题 那个更严重 没有错 实物上确实是有实物上这样的状况 应该说在都市区以外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淡路姐提的这样的问题 没有错 就发现你家房子不能卖 如果你跟他关系搞不好 你就更卖不出去 万一他把它围起来 你根本就是没有通行的一个地方 是 他可以围起来吗 法律规定的部分 此路是我开 应该是说法律规定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不行 因为他还是要维持 就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一个部分 你顶多只能要求 就是通过的 你要需要付 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 你要通过我的地 留下那个过路费 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是法律上面的规定 其实是这样子 在我们的故乡 N年前又有一个 现在已经不在的名义代表 他就把某个风景区 的唯一那个道路 就他把它买下来 他就把它封起来 然后你知道他做什么吗 他就是那你要进来这个风景区 付门票 对 你就要付门票费 这种事也做得出来 其实那个湖或那个山 不是他的 但是要经过的那条路 有他的词分 所以其实买房子的问题 是挺复杂 不是想当然而而已 那么在那个食物上 阳台补灯的情况 到底怎么就如何呢 很多人 有没有很多人 没有办理阳台补灯 那没有登记的人 现在可以怎么做呢 多少人 我们就2023年上半年的数字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全国买卖交易的案件里面 每四件就有一件是 屋领超过40年的房子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以数量来讲 交易的数量是多的 对 但是在我们这一次 双北的这个讲座里面 我们发现在我们三万多笔的讲座里面 有完成补灯的 大优姐猜猜看 有多少 多少 不到5% 哎呦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那大概现场有跟 就是来参加这些讲座的朋友们了解一下 有95%的可能性 还可以发财 对 但是就像战略姐提的嘛 就是如果我自己住 那我当然 我就不会想到说 我现在要去办补灯 对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 我对于补灯的这个知识不是很了解 我以为说 我补灯 因为我现在有外推 所以我不能补灯 或者说我补灯 可能要花个三四十万 对 那我就想想 我这个补灯到底可以多几瓶 我也不确定啊 对 这就是那些人没有去补的原因 对 这些其实就是没有去补的原因 我实物上还有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客人 他就是 有碰到 他委托房子 给我们的这个房仲来买 那在委托的时候呢 我们就告诉他说 你这个房子可以补灯哦 那你要不要现在 就是我们帮你准备吃饶 你来补灯一下 对 我们的屋主直接跟我们说 不用啊 你就 反正我的价格呢 就是要以补灯后的价格买 但是呢 补灯的部分呢 叫买房子的人自己去办 补灯叫买房子自己去办 是可能的 但用补灯的价格买 你真的想的美 对不对 但是我会有一个折中方式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写说 阳台未补灯 那也许会比原来多卖个一些啦 要卖到那个实际价格不可能 对对 确实其实就是戴佑姐提的 就是说 基本上屋主有屋主的想法 买方也有买方的想法嘛 当然了 买方也会担心说 哎呦那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补灯呢 对不对 即便就是说 呃我看到我的楼上 可能他们已经有补灯后的面积了 嗯 那但是我还是会不确定嘛 嗯 对 那这个其实食物上面 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状况 对 有些卖房子的人真的很天真 你有没有觉得 真的啊 因为他都 其实买卖这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 是的 可是你永远都只在想自己的利润 对 那这生意就很难谈成啊 对 所以像这一块我们其实还是会引导屋主 就是说 因为告诉把这个实际的状况告诉他 然后也把这个费用的部分 跟他做一个说明 然后建议他呢 呃去办理这个补灯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一下 那其实补灯很简单啊 步骤跟你讲一讲就知道 你也可以只花几百块钱哦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待会告诉你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幸福好时光 我们现在呢 就请这三十年代书经验的 陈俊宏来告诉我们 那补灯哦 来 12345 好 办理补灯的步骤 五个步骤 真的没有很困难 这像戴伍姐刚刚提到 第一个 当然我们就要先确定一下说 我到底有没有阳台可以补灯吗 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 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场是有阳台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权状 或者是 我们去找这个登记部成本 确定说 我没有这个阳台的面积的登记 好 那我应该就是属于可以补灯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准备自己的身份证 跟建物权状 先申请这个 俊宫图跟实用执照 那申请俊宫图跟实用执照 其实就是刚刚戴伍姐提到的 所谓的蓝图啦 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盖房子的时候 真的都有吗 那么久啦 对 这个其实实物上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确实我们有碰到 就是有些朋友 他后来去申请的时候 发现主管机关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假设如果是原图都没有了 那可能就是变成说 你没有办法证明你当初 那我可以测量吗 基本上 如果你有原图的案件的话 是可以就是申请 就是现在的建筑师来做 现场的测量 然后做一个副图的一个作业 但如果你连原图都没有的话 他是不接受 就是你现在量一个新的给他 那你那四十几年前 建筑师应该都out的吗 之前建筑师一定找不到的 有的高报还是自己盖的 以建筑师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要求说要原始的建筑师 但是前提就是说要有原图 因为如果你现在原图没有 等于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证明说 你一开始在起造的时候 是有包含那个阳台的 可是现在量比较大这样不行 因为他没有办法确认说 你到底是后来真建出来的 还是原始就存在的 很多房子那种百年房子 你迪化街我就不相信找到原图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如果找不到原图的 那还真的他现在就是属于 没有办法办的那个范围 而且我们乡下还有很多房子 他有土地 那个房子没有所有权登记 对不对 老屋啊 后来也很难登记啊 虽然他现在真的长在那里 那房子还在 对不对 这个建物的那个保存登记的这一块 这个眉眉嘎嘎的部分就更复杂 对 那因为因为我们现目前的法令规定 建物就是属于他不是必要登记的 他只有要移转的时候 你才要登记 如果你不移转 你确实你就可以不用登记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 后来还是移转了 然后建物一直跟上面就写 没有所有权登记 你只能卖土地啊 买地送屋 有没有 像这种啊 其实后面有很多的问题啦 不过 通常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地上有房子 但是戴露姐提到的就是说 他是没有建物权状的状况的话 这个部分要提醒消消费者 就是目前我们的主管机关 他怎么认定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谁呢 他是要依照在 税捐基增处的房屋税的缴纳人 就是房屋税缴纳人是谁 谁就是要确认那个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没有贫数啊 如果贫数的部分是这样子 就是税捐机关他那边有一个叫做房屋税级证明 如果他当初是以这个税级证明的面积来核科你税的 就是用那个来当做贫数的一个矩阵 是不过那个真的都没有多少钱啊 所以也就是说事实上这权利还是存在啊 因为那都是很老的房子 对但是就要提醒消费者 就是说如果你买这样的房子 虽然我们没有建物的产权可以做移转 但是那个房屋税级要记得去做移转哦 否则你的那个税级的所有权就还是前屋组哦 那这样就很麻烦 对税务机关会认为这个房子还是前屋组的所有哦 这样就变成他是你永远的地上权人 是对不对 其实实物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买卖的部分 如果有碰有透过地震事啦 通常地震事其实会提醒 我们碰到最多的其实都是继承移转的时候 很多人啊他在继承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上建物都是免税了嘛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搬这个税级移转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 我们很多要去办税级移转的时候 这个房子呢可能都还是阿公啊 甚至是阿祖啊 还好他们也不在了 不会来主张的是他的 但是麻烦的就是说 他的可能有很多的继承人 你要把那些人找来签名盖章 你才能办移转 你说对了耶 所以后来就都没有移转了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移转的问题了 好那我们补灯还没有说完嘛 接下来我们申请了竣工图跟使用指导之后呢 接下来拿到这个资料之后 我们就送地震事务所去办这个建物的测量 那这个时候呢地震事务所呢 他会派人来房子的现场去做一个勘测 请问多久 通常这个约定的时间是地震机关会跟你约时间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也挺快的 是的是的 那一个礼拜完了之后呢 他们现场看完之后 然后确定说这个现场的面积 跟这个竣工图上面的面积是接近相符的 那接下来要做一个事情是公告 因为他等于就是补灯就等于 市同市房子的第一次登记 所以还要公告15天 公告15天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领你的新的所有权状 但是这个时候要付一点点的登记费用 大概就是刚刚提到几百块 所以这很简单啊 是的 只要你那个蓝图 我现在觉得癥结点在 有没有蓝图 对没错 好那就祝大家 有95%的人 在新北市 就这么多人没有登记 那也许现在其实台中高雄的房子 也不算不值钱 尤其是在精华区 你就可以去登记一下 不过登记了之后 可能也还有别的问题 也就是你的房屋税会变得高一点 是这个意思吧 但我姐提到一个好问题 基本上以我们亲爱的经员 会发现说 几乎都没有增加房屋的 这个房屋税 为什么呢 房子很老 没有 因为房子很老 当然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的房屋税 早就跟你克税了 当时只是不登记 但是税金机关 是有跟你克这个房屋税的 怎么这么聪明啊 所以就很奇怪 幸福好时光 其实房价的问题 只要你不要 就是一直在看房价 房子本身的问题 说真的 很繁琐 但是也挺有趣的 我们今天请到了 30年代书经验的陈俊宏 那你最近还有没有遇到 什么样的case 就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有关房子 房子的部分的话 最近当然 我们先把刚刚那个阳台补灯的部分 我还有一个部分想要提醒 就是我们的朋友 就是说以阳台补灯的部分啊 现阶段如果你是二楼以上的部分 就是照我们刚刚讲那个程序 就可以做补灯了 但大部分的一楼会多了一些程序 因为第一个是一楼的案件啊 如果你当初你的阳台的面积呢 在起照的时候 已经把那个阳台的面积 就是列入这个所谓的 建并率跟隆积率排除的状况下 那那个部分是不能补灯的 所以一楼你现在能补灯的状况比较少 一楼会相对比较少 对 所以一楼的朋友不是不能补 但是一楼的朋友可能就是要额外去申请 请主管机关确认说 你可以补灯的面积有多少 对 我一楼常常遇到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约定专用的问题啊 那个真的不能登 而且你如果一旦告诉住户 这是约定专用 哇新来的人还是会找你麻烦的 是啊是啊对 那只是说因为通常 实物上面当一楼的价值又更更高嘛 相对二三楼又更更高 所以很多一楼的朋友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在网路上面看到这个补灯都是二楼以上的 那一楼的部分好像就都不能登 那实际上其实是一楼的部分也是可以登的 法律上它其实并没有规定是不行 只是说如果你当初这个面积 就已经是被算进是法定空地的面积了 那当然它就不能让你双重的获利嘛 你又算法定空地 你又要跟我补的面积 这样当然它就是不允许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也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的 就是目前我们的县市政府呢 它都有一个 以双北市来讲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贴心的一个民众的服务 就假设如果说你二楼以上的住户 有一户呢是有去办补灯 举例来讲比如说三楼的人有去办补灯 那我是五楼的房子的话呢 那拉便车 地震机关的人呢会通知二楼四楼跟五楼的人说 三楼的人有来补灯哦 你要不要来补灯啊 人真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带来那份公文 直接去地震机关申请 就可以省去了刚刚说要调郡公图的这个部分 因为别人有调过了 那你就不用举证的意思是 是的 因为你同一栋楼的人已经有调过了 那那些都根的啊 他就不用再跟你讲说 我楼上这个坪数比我多 他卖价比我高 明明是一样 他就只要去比照办理就好了呀 跟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食物上面呢 这些人会有这个问题 大家想想看 因为通常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 我在地震机关留的资料 都不是我房子现场的资料 我留的资料应该是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的那个通讯的地址 那我有可能就是没有收到那个地震机关的通知 对 就是因为他通知的部分 那怎么查呢 你应该有一个网说 哪里几号几号做的补灯 这样我们就看说 是否我这栋楼也有啊 那我觉得大卫姐这个提的很好 其实 帮水务机关早点麻烦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讲座的时候 确实我们当时有一个发想 就是说那为什么主管机关 他不他就是通知所有的人都来补灯就好了 对他就有一个像石架登录可以查就好了 对但偷偷的告诉你 其实我们去问了那个地震机关的那个那个承办人员 他跟我们说 那这样子如果他现在才通知 那前一手的人可能就会来问他说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通通知我 你害我损失的三品 那支三品的钱我要申请国陪 说的好像有道理 有他们的顾力 好像有他们的考量点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嘛 没有错 他就是要塑及既往 对不对 是的 所以目前的状况是 是这样 对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如果你有收到这个通知 你现在有收到通知 那就代表说你这一栋楼有人去申请了 那你赶快就可以提着这个东西去做申请 你这个让我想到 我们公司的人就遇到有人 两年前买的枕头 他要来退货 两年前 这叫塑机既往 现在这个要经营一个公司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后来我们也就算了 也退给他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员工非常想得开 他说 与其我跟他耗费人生的机会成本 再跟他讲大道理 我不如把钱给他算 算了算了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确实是这样 过去的事情 但是我也希望所有的法律是这样 不管你怎么理 你不要塑机既往 这样我们很尴尬 是不是 没错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非常谢谢陈俊宏 谢谢 谢谢太后姐 请继续收听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